铺开酒但想品尝却发现怎么有点不对劲 右边蛋黄呈现金黄色流星 但左边这颗颜色却呈现绿色灰色 所以就一咬开发现 哇 怎么底头是绿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怪 然后就不敢吃了 有民众在9月24号到宜兰酒厂 买了一包冰酿红蛋 当时吃过附赠一颗的没问题 剩下五颗拿回家里冰起来 10月6号才拿出来吃 但五颗里面却有两颗疑似变质 后来又拿这个包装来看 也没有看到上面有那个日期 就是到期日 民众说打给业者 说是因为肉贵 又说是因为重要 民众怀疑厂商前后说辞不一致 也没标清楚 这个都有QRQ 都有来源溯源的部分就对 这个都是我们国产的 厂商是在酒厂涉滩 他澄清 但都是跟宜兰在地的农场合作 而且肉贵也是中药的一种 没有前后不一 卖了十几年都没问题 根据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公告 蛋黄会有灰绿色的薄层是多种因素导致化学反应属于正常现象 不过因为没有到床检验无法判断 而标识部亲业者则回应有贴贴纸也会口头告知 初不了解它的有效期限日期是用标签的方式 是不符合必须印刷在包装上的一个相关规定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按照实安法的规定 除以罚还三万到三百万 提醒民众如果遇到类似问题 要及时向相关单位反应 业者也要记得表示清楚 TVS新闻检纳陈兰廷 延盛分宜兰台北采访报道